阿姨嗨 因為像我其實 我的男朋友其實都還蠻知道我的需求的 所以他都是送我比較實用的東西 就像是這個 但其實你們看這種其實真的很實用 他送我iPhone對不對 很棒的耶 對 他就說 Baby 我送你一個情人節禮物 然後我當他收到的時候 覺得他知道我需要什麼東西 不是亂買嘛 然後我就是還 就是想說先放著這樣子 結果有一天的時候 因為我還沒有使用 然後我就跟我的那個男朋友 就是在一起在看他的手機 就是影片嘛 然後就突然跳出了一個訊息 就有一個什麼某某某突然等人說 我還你的手機 你收到了嗎 然後我就對 我就想說這個人是誰 然後我就說這個誰是誰 然後他就一直還不想講話 對 他就說 沒有 是我以前的女朋友 對 他就說是我女朋友 然後我就說手機 我就想了一下手機 你前幾天有送我一個情人節禮物 是一個手機 我就說你是拿送他的禮物 然後他用過再來送我 然後因為他原本都不想講 我就一直逼問他 因為我真的是太不開心了 然後我就還把它打開來看 你知道裡面還有他前女友的幾張照片 他還沒刪掉 他還要說字話 他還沒有 這個真的太香 遊戲Bone 這個會玩 對 你雖然說 他送你的是真的很實用的禮物 但是這個後面的更遠 還都別人 真的會非常 他其實是想要跟你分手 所以送你這個吧 而且iPhone每一年都會出一支手機 就代表他如果他送的時候 一定同一代嘛 他沒有說這是上一代 就代表這個女朋友跟他沒有隔很久時間 對 沒錯 就真的很不OK 前女友 對 然後好在這個也是同一個人送的 你們看這個 也是前女友 該不會打開又有前女友的照片 沒有沒有 這個是我那時候很想要買的一個包包 然後其實我在網路上 有看過這個包包的照片了 然後那時候我打開的時候 我一看 就我覺得顏色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因為他我在網路上看照片 他是很白很白很白的那種 大概就是跟這個旁邊 對 鏈子一樣白 然後我那時候又覺得我眉頭一皺 就覺得 事情又不單純 對 我覺得事情又不單純 這個 會不會是 見過一次 對 它放過很久 對 然後 對 我就想說這個好像真的有一點點 太滑 太滑 下面那個顏色 它是放在袋子裡面 然後整個給我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應該不是全新的 然後我又比問他了 就說這個你新買的嗎 然後他就原本說對 然後我又再問他一次 你確定是新買的嗎 我就看你確定是新買的吧 他說 他就有點開始結巴 女色 然後我想說 對 你新買的 他會不會一打開有庫存 不是 我家人拿來送給 而且他完全不知道 這個包包已經放到黃了 因為他都一直放在那個袋子裡面 他以為是全新的 他以為是全新的 他也沒有檢查 就跟這個手機一樣 他完全沒有檢查 不然他就老實講說 寶貝 你真的很喜歡這個牌嗎 我之前有買 但是我沒有送出去 再一直放著 如果你不介意的 對 他如果有這張 我終於找到他的女主人了 對 我覺得好像 你就是當下跟我說實話 誠實我覺得還OK 就是你不要騙我說 他是全新的 然後沒有送過 就是我去買的 然後被我知道 所以我要獨一五二 安以愛是不在乎禮物貴重 他在我就是誠實 對 沒有 我就信 有人用過沒關係 要誠實就先講 就先講 對 你要先講 如果我覺得OK 就是那就送我也沒關係 那就不要說謊 好 不能說謊 這感覺感覺很不好 我知道 對